一人无分,动满住那些怨心的情侣们,有马公升公渊轩,此月是你的谎言,轩的病情突变,在轩的要求下,公升背着轩来到天台,此时下起了雪,轩和公升在雪中相拥,五彩斑来的音色中透露着哀伤,小提琴的声音回响在公升耳边,轩那活泼的身影,仿佛就在公升耳边。 一眼前,这场不存在的合奏,记录着两人快乐的回忆,这份感情将会永远伴随公升的成长。 蔡月玛雷姆从零开始的一世界生活,在王雪天中大为活跃,在蔡月玛不被艾米利亚所理解,自暴自弃时,努力的让玛重新找回,雷奥走向完美结局的动力。 在华提出要与雷姆逃到天涯海角逃避命运时,雷姆拒绝了华,一天华提出与雷姆浪迹天涯,雷姆答应那世界线中,和华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高版童乃高版境界,我的妹妹不可能这么可爱,在意,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,拒绝了雷奈的告白,及对五更琉璃的坦白后,一切障碍都被扫清。 在十二月、二十四月的圣诞夜,在五更琉璃、颠倒杀剧和颠倒相知的帮助下,完成对童乃爱的告白,两人约定成为一对有气线的情侣,最后童乃和经界变回普通兄妹,一条乐小野四小笑伪恋小野四小笑是乐同初中开始就暗恋的对象,也是十年前跟乐定下我们结婚吧约定的女孩,而在寻找前几个同时。 喜欢唱小野四和千吉两人,察觉到了,心中已经有了千吉的小野四,对乐做最后的告白,但乐拒绝了她,在乐跟约定女孩相遇的地方,乐向千吉告白,肃海人太本金人一子,为了汪明,很喜欢人太妈妈和人太,也很喜欢超频和Bestas里的每一个成员,面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,她的朋友们直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, 都不会忘记曾经有那么一个人,期待十年后的八月,还能再次相见。